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異 今天很高興的要來跟大家分享另外小異額外又多了三組能夠攻略掠壓兇刃這隻世界頭目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我們MK44領軍的這個隊伍 這個隊伍的話其實沒有什麼特性啦 就是以我們強力的MK44他的優秀的輸出能力 然後還有我們非常優秀的坦克能力的綠惡魔 那可能會講說為什麼他非常坦 是因為他的這件制服啦 他這件制服呢你被攻擊的時候有80%的機率 其實我忘記幾%了 反正他有被攻擊的時候有非常大的機率 能夠抵擋所有傷害4秒鐘 然後他這個制服的冷卻時間只有8秒 也就是說你無敵4秒之後 你有4秒的空窗期還是8秒空窗期 反正他有空窗期其實蠻短的 那馬上就可以再發動無敵的這個狀態 所以其實他這個略魔這個服裝其實是蠻坦的 可是傷害力來講的話他其實是略有不足啦 略有不足的部分 那為了然後 為了使這個隊伍能夠更 更順利的 更更更順利更穩定的 打贏這隻略鴨兇刃的話 所以小異又配了一隻格魯特 那接下來是講解 目前他們裝備的部分 那目前這三隻來講的話 裝備 裝備只有我的MK44 他的裝備是 平均都是在加17以上 那另外兩隻的話 裝備都不到加15 對 那再跟大家講一下同位數的部分 同位數的部分其實小異還沒有 小異本來要打算要先把MK44給洗掉 因為我目前MK44的同位數 他是使用的是間諜戰術 那間諜戰術其實 相信大家也知道 之前改版之後 做了一個卡片 那卡片系統 使裝之後 大家都已經把技能冷卻時間都投資在 都靠卡片來發動 所以你其實基本上 聰明的晚熊跟間諜戰術都可以 都可以換掉了 如果你卡片都湊好的話 你不是說湊好啊 卡片你的冷卻技能都有湊得差不多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 你角色當中的間諜戰術 或者是聰明的晚熊 這兩招 這兩個同位數都換掉 換成 小禮打算是目前把所有角色都換成 史塔克的後援 或者是格魯特 這兩個回血 因為這兩個對我來講 目前攻略 世界boss來講是比較穩的 對 那 很幸運的我們加綠惡魔 他的同位數剛好就洗到 史塔克的後援 那史塔克的後援 那史塔克的後援是什麼樣的效果 就是他被攻擊的時候有機率回血 回多少 回你血量的 滿大的百分比 印象中是1%的比率 比1%還要高的比率 那詳細的數字的話 這邊請大家再去查一下 對 OK 那剩下格魯特的部分 格魯特的話我裝備其實 我就沒有練他 因為你看他看他也知道 我家格魯特 才三紅而已 就表示我 完全不想把他 投資太多 我暫時啦 暫時啦 以後會陸續把他們給練起來 對 那格魯特這個部分的話 呃 就是純粹目前當補師而已啦 就是切換成他 然後放一個補血技能 然後再趕快再切換成其他人補血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 對 那這目前是我這個隊伍 呃 蠻穩定的一個攻略世界頭目的一個方法啦 對 德國 對 對 對 是 OK那接下來的話就是以我們屠殺為首要輸出目標的一個隊伍 那隊伍組成的話是格林吉德當隊長 因為其實目前我屠殺隊其實 我目前打這隻略鴉雄人的時候我屠殺隊其實目前還不是很穩定 所以說我必須要藉著格林吉德的領導能力 來讓我這個隊伍能夠穩定一點啦就是安全一點 那目前的話這個隊伍沒有格魯特 所以目前主要的回血手段就是靠我們屠殺的三星招式 就是潛到地板下最後一下攻擊完之後會跳出補血包的這個招式 來當作一個主要回血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這個技能其實在這次內戰更新之後 有做了一個蠻不錯的強化啦 因為以前他的補血包是會被自己給迴避掉的 很瞎就是你自己放出來的補血包 你居然去碰他的時候他居然會迴避掉 就很窘了 那現在的話是不管你踩到就一定會補血 就是說你一定會吃得到補血包 所以基本上來講 屠殺的話他更穩定更安全的 那另外兩隻格魱姊姊跟呃 女索爾 這兩隻其實我們目前就是把它塞進來而已拉 就是把它塞進隊伍裡面其實也沒有特其實也沒有特別說一定會有他們兩個 其實你可以把它換成其它支都可以 因為我們打這一隻最主要的目點 最主要的核心角色是我們屠殺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從頭到尾幾乎都是用屠殺在打而已 那接下來是跟大家講一下我目前這三隻的裝備等級 那這三隻裝備等級的話我只有屠殺是平均加17 裝備能力是平均加17而已 那另外兩隻裝備等級都不到14 尤其是女索爾 女索爾的裝備等級大概才加9而已吧 我就練到加9 那格林姊姊好像有練到12 但是絕對沒有超過12 反正就是他們兩隻會加到這個隊伍的話 我是需要格林姊姊的領導能力 那對就這個部分而已 好那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同位數的部分 同位數的部分的話 相信我剛跟大家在MK44那一組當中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我現在主要是要把我所有要打世界屠目的角色 那兩個核心角色都拿去洗成回血的同位數 所以我目前其實我屠殺運氣蠻不好的 他一直洗不到史塔克跟格魯特這兩個同位數 所以我目前就是用了六星的同位數而已 六星的回血同位數 好像也不是回血同位數 不是不是不是回血同位數 我目前運氣很差就是洗到 就是說你被攻擊的時候有 一定的機率會造成一定比例血量的防護罩 所以你才會看到我屠殺有時候被攻擊的時候 會有一層防護罩出來幫忙打傷害 對那就加減用啦 如果我洗到格魯特或者是洗到史塔克的話 我相信攻略世界頭目會非常的安全 對 那這是目前主要這一隊的一個核心攻擊方式 那就是不斷的使用那個下潛的那一招 下潛無敵 然後攻擊完後會產生補血包 然後沒有血的時候就趕快去吃補血包 然後真正危急的時候趕快換隻 換隻的時候有兩秒的時間 一秒啦 一秒的時間是無敵的 對 我們這一隊的話主要核心是 屠殺不能死啦 屠殺死的話 基本上就輸了 那 這一場其實運氣蠻差的 格林姊姊 呵呵 格林姊姊率先陣亡 格林姊姊被秒殺 那裝備就是沒有練起來就是這種缺點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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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那以上就是我們屠殺這一隊的一個部分 OK 他算是壓線過關的啊 其實還蠻慘的 想說 裝備如果有起來的話 其實這一隊會非常穩 因為基本上 打六壓凶刃 其實用屠殺打是最 最無腦的 其實是最無腦的 如果你裝備或者是 同位素都有配好 OK 那基本上屠殺 打六壓凶刃是非常無腦的 OK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我們T2蟻人的 這個攻略隊伍 那其實T2蟻人其實 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大家一定知道 蟻人的二階技能 就是你使用任何有縮放 改變自己身形大小的 能力之後 國地的解讀 就是 他就會在20秒之內 百分之百迴避 我覺得是百分之百迴避啊 因為 我目前還沒有真的還沒有被打過 包含BOSS啊 或者是 其他角色 真的還沒有被 被他們打中過 在發動能力的20秒 那當中 是沒有被打中過的 那20秒之後呢 他有10秒鐘的冷卻時間 那大家應該想說 欸? 10秒鐘冷卻時間 那我這個時候就換隻 再撐個10秒 然後10秒鐘到了 我再切回來 沒錯 這樣也是可以 那其實 蟻人他自己 有一招一直飛 一直飛這招 這招就已經夠拖台前了 所以基本上 你20秒之後 你可以再放這招 就拖個好幾個秒數 你自己再走幾步 基本上10秒鐘就過了 然後你再隨便放個招式 你又有 幾乎無敵的20秒 完全迴避20秒 這是很誇張的一個攻略方法 可是蟻人 目前來講 因為他算是皮姆隊的 角色啦 那我目前我居然還沒練起來 所以我目前就先拿鋼鐵人 來塞進來用 那就加減用啦 對 那等到皮姆隊練起來的話 整個傷害會再 往上拉高一點點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T2蟻人的話 看大家要不要投資 因為T2蟻人目前是能夠 攻略 禮拜一到禮拜六的 那個 這些頭目都可以攻略 那無限手套那個 沒有辦法攻略 為什麼 因為 無限手套血量太多 然後 我們這一隊有一個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缺點 就是 我們蟻人雖然他的回避能力 很噁心 幾乎不會被打到 不會被受到傷害 可是 他有個非常致命的弱點 就是他 攻擊力超低的 他攻擊力很低 你就已經2階了 然後你裝備全部加20了 可是你傷害看 傷害其實 起不來 很難起來 傷害 你要 他提升的很有限 就算是你配傷害型的同位素 然後 你把他的 同位素都加到非常高 基本上 你的傷害還是 很難很難起來 對 算是一個平衡吧 畢竟 Boss打不到你 如果你傷害又很高的話 那大家都練乙人就好啦 對啊 我還是覺得他的CP值 沒有世界Boss高 因為畢竟他需要花費真的不少的 一個 黑暗受損物質 對 如果你資金夠 然後 受損物質也夠 那我建議大家先去練一隻 暗夜無星或者是 略鴨熊人 會比較好 因為基本上你練完世界Boss 你也是可以 1到6 世界Boss都可以打 那 裝備好一點 同位素好一點 無限手套也可以打 對 相比之下 T2怡人的話 我覺得就是 目前小異對他有愛啦 我還蠻喜歡他 我還蠻喜歡蟻人的 所以就把他練起來 一定要把他二階 對 這是一個 目前的一個 比較堅持的一部分 雖然他 攻擊力不高 可是他的回避能力真的很優秀 對 這邊 算是推薦吧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如果大家不care說 你 比較晚才能練好世界Boss 那其實 蟻人其實還蠻推薦 的 心虛 對 目前大家也可以看到 小異其實 另外一些小小隊伍 其實他 都還沒練好 所以我想說 以後 以後 以後我會陸續 最近開始在著手練其他 比較 比較 不算冷門 就是沒有那麼強勢 但是 也能夠有機會推動 世界頭目的角色 那 如果小異把他們練起來了 那 也成功攻略玩世界頭目 那我會再分享給大家看看 只是 目前可能 沒有那麼快 因為 這遊戲 如果你不花錢 就是要慢慢玩 慢慢練 對啊 對 只是目前小異的目標就是說 也希望能夠用其他的隊伍 也能夠 通關世界頭目 那目前這個部分的話 哪一隻啊 我記得我有一隻 也可以全部通關的 暗夜無星 我也可以打滿五隻的 對 五組 好 OK 那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小異所新增的三組 能夠攻略世界頭目 略要兇刃的三組 對 那分享給大家 給大家參考看看 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